刘鹤起码顶半个常委 只有他的意见让习近平听得尽 新闻时事报齐亮为您播报 中美贸易战忽而停战忽而喊打一波三折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习近平在经贸方面的头号亲信 贸易战中方操盘手刘鹤身上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中国资深传媒人吕岳的文章 《老九刘鹤》介绍了刘鹤的经历思想 以及他在习近平决策班子中的重要地位 吕岳的文章说 中美贸易谈判在华盛顿举行 习近平的特使副总理刘鹤真正清晰地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央 刘鹤有两个显赫背景 第一个是2002年中国派遣大批高级官员 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迪迪管理学院学习 掀起向西方学习运动 在此之前 刘鹤就于1994至1995年 在肯迪迪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 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或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没有这个学历 刘鹤不可能面对特朗普出色的一水鹰派贸易谈判团队 其二 刘鹤仕途上确实与习近平有长期的关系 习近平从福建厦门副市长干到省长 前后17年的后10年 刘鹤一直担任福建省的经济顾问 18大以后 刘鹤一路高升 获得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的头衔 但赴经济前景规划和公共政策设计制定 直接为习近平提供经济思想 19大 刘鹤进入政治局 后担任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办公室主任 虽然在四名副总理中排名第四 但是他的管理能力最强 责任最重 中纪委前书记王岐山 担任国家副主席 变成第八常委 之后也有了老九氏刘鹤一说 补充说法是 起码他顶半个常委 吕岳的文章指出 今年3月22日 特朗普签署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 全面针对中国制造2025 点燃贸易战烽火 刘鹤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前访美 虽未见到特朗普 但可以见其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随后美国出手惩罚 加税产品达500亿 1000亿 直到美国七因进京 甩出减少2000亿贸易逆差的底单 中国的外交部 商务部 海关 媒体 高调应战 你来我往 硝烟弥漫 这些高调应战的 多不是刘鹤主管的部门 重要的是中共最高层 也没有发声 这当然由习近平做主 在政治局 对中美贸易战坚决组合的 是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刘鹤 但是李克强的意见习近平很少能听得进去 经济问题能让习近平听得进意见的 唯有刘鹤 刘鹤认为贸易战 中国不能打 要打必输 前景不堪设想 会引发中国经济总崩溃 一 论道义 不开打中国已经是输家 因为中国长期不遵守世贸协定 至于知识产权 更多见不得人的问题 刘鹤还是思局级时候 就主张买笔偷强 买的结果 中心又成了秃头鸟 二 论能力 美国制裁1500亿 中国可以跟 再多就跟不了了 因为中国从美国年进口只有1500亿 三 论实力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可以取代 有的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产品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则不然 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 但以中国扬言要制裁的大豆说是 停止进口美国大豆或提高关税 沙拉油和猪肉必涨价 中国CPI立马直线上升 银行只得加息 加息相当于刺破中国经济金融众多大泡沫的针尖 也就是周小川在十九大提醒的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说浅白点 到时候中国人连中国特色的地沟油都没得吃 更不用说高科技产品 中兴只是个例 美国全面禁止 中国已经信息化的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全部停摆 至此贸易战前景 中国唯有接受美国的全部条件 以此推进真正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 至于在贸易战的硝烟中 习近平在博敖发表中国扩大开放四项重要举措 既是向特朗普表态 也是为刘鹤撞行 而有关放马中兴的电话交易 既是求特朗普饶命 也是拿这个并非贸易谈判范围的法律问题 充当双赢结果 刘鹤赴华盛顿谈判的原则是 全面妥协 不分协商 而且有拍板权 刘鹤极为重视数字 工作作风细致精准 他能获得特朗普彭斯接见 临时将15分钟延长到45分钟 很多在于他拿出的数字 美方削减2000亿逆差一揽子方案 农产品是300亿 而刘鹤给的是600亿 为联合声明争吵一夜 中方坚决不答应美方要求写明2000亿这个数字 确实是争面子的技巧 实际上只多不少 吕岳的文章说 刘鹤飞抵华盛顿是美东时间5月15日 几乎同时 金三胖翻脸 棒锤岛设局 想用朝核绑架中美贸易谈判 实在是蠢之再蠢的政治设计 应该与刘鹤无关 中共决策成 思维模式教育背景 知识结构差别很大 政治上影响习近平的 主要是二王 王沪宁和王岐山 而拉住习近平 不至于更左的是两个市场经济派 李克强和刘鹤 中美贸易谈判 未来艰巨漫长 有人说中局谈判 需要王岐山出马 未必 要打造习近平的 现代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体系 王岐山的知识水准和公共管理经验 只算自学成才和中国特色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订阅